因為剛才聽到沒話說玉米蘇這個食材 我聽說的英文就是我們玉米蘇 如果以甘家就以來講 皮肥肌蘇養比較好 還是說要提早蘇養 另外就是因為我們小黃瓜 他工藝 應該是說他的徹芽是不是不能太多 所以南青行用玉米蘇 如果可以的話 時間點 好 我懂你的意思 老師應該才會這樣意思 好 謝謝 這個甘菊類 甘家類我們在用這個玉米蘇 最好是對這個肥肌 從這陣子就要開肥肌 那麼在轉這個 手臂三十七八 轉二兩堂的時候 順便把它加進去 轉兩遍 肥肌 那麼開肥的時候 剛才天氣不太好 你可以用這個天然四八分類素 那時候同時 譬如說太乾還是什麼狀況 這有時候天氣比較不舒服 那麼那時候我們可以用什麼東西 那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天然四八分類素 這個幫助它雕割 所以這大概是一種折返 所以這在這裡 我們好朋友一定要稍微來跟他注意到 就是說如果可以 大概就是在 在盡量早一點 盡量早一點 這個可以盡量來跟他用這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是在這裡要讓我們好朋友了解到的 這個重點 就是說你如果是要 可以走的最好是早一點 尤其對他有來講 對我們在用這種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就早一點 柑橘的 以前用的 那麼他火的氣比較多 他的花粉的活性比較好 那麼同時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就比較簡單說就是這個可以 長得更好 簡單說是這樣 那麼調哥倫也可以來幫他這個提高 那麼對這個小黃瓜來說 對小黃瓜來說 用玉米素大概有幾種的一個功能 小黃瓜要徹牙 小黃瓜不是不要徹牙 這個莓隆粿比較不要徹牙 小黃瓜所有的山龍就是可徹牙 所以為什麼 種小黃瓜要很愛 種小黃瓜 種苦瓜 很愛用玉米素的原因 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對去徹牙比較多 那種莓隆的就比較煩 徹牙這麼多 一直拔 一直拔 但是 你莓隆你如果沒有去拔 表示他的藏也不太害怕 這個莊也不會 也不會很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好朋友 可能要稍微來幫他注意到 那麼這個大概是一種的一個 這個得力 就是說 一定要去注意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一種的一個情形 那麼你在營 所以你種下去那一頓 你會可以 就知道 或是你就可以營 這營的這個目標是什麼 就是讓它 筋可以打開 它的根性生長 這種打開開 這是一個 特別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你用完之後 它打開開開開開開開 這個方便給他看起來 就是 他在營 生長的時候 在營的 這個效果 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是第一 第二是這種的情形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他開始 這個 在生的時候 你一整個就要營一次 營一次 那麼徹牙會比較多 因為 回歸就是他無心電 就是說他這個無心電 你是不是 這個無心電的這個地方 他有過 對不對 但是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在那裡那個無心電 有過 那麼 就是 因為我們一定要靠 徹牙 徹牙的這個地方 那他比較有那種 就比較有機會 因為他比較有 確認 如果這個 確認比較多 那麼就 他的這個這個好個 就能夠 展現出來 所以 這是這種的一個 這個得力 在那裡 所以 如果這樣可以 假設可以的話 那麼你可以這樣來 給他 多少用一些 你給他試看看 這個效果應該是 非常的 非常的顯著 因為 這其實是一個 很不錯的 一種 算 一般我們在營的時候 我們在財壽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用去營到 所以我們如果是稍微營一下 那麼這個效果會 還挺不可以的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嗯 所以 我可以看到 我們要去做一個